中国汽车出口第一,仔细一查,原来都是这五大隐患在作祟。 一,国内汽油车卖不掉,库存积压了1500万辆,车企只能低价倾销海外,卖得越多亏得越多。 二,部分车企通过收购品牌,利用国内廉价零件和人力组装车辆,刷业绩拿补贴,但利润却要依赖欧洲的核心部件,看似风光,实则苦涩。 三,新能源车行业仍在同质竞争,主要利润来自于补贴,且海外市场已有恶性竞争的先兆。 四,对俄罗斯的出口业务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,因为政治因素和汇率问题,甚至可能导致不赚钱。 五,最可怕的是,汽车出口的假象带来了各行业虚火,一旦行业下跌,必然带来各行业连锁反应。 这无疑是一个深坑,由此可见,中国汽车出口的繁荣景象背后暗藏诸多隐患。 面对这些问题,我们应该加强自主研发和新技术,提升品牌实力和产品质量才是正道。 大家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